把两个热度特别不高的产品操作一起 能够拍出什么样的画面 再好的产品也是有槽点的 尼康的Z62还有Blackmagic Video Assist 这个两产品怎么凑在一起了 这两个完全不是一个新的产品 他们两个凑在一起 主要是因为一次固件的升级 让他们俩获得了新生 在2021年的2月25号 也就是几周之前 尼康发布了针对Z62和Z72的固件升级 让这个相机增加了三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增加了4K60和4K50的拍摄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尼康这事 他早就答应了 一直说要给Z62的用户增加4K60的功能 另外4K60这个功能也不是什么新功能 你看现在手机 无人机基本上大家都有了 但是Z62这次升级的4K60 大家要注意一下 它是1.5倍裁切DX下边实现的4K60 裁切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实现点对点读取 这比Z72的4K60 在几乎全画幅下面跳踩的锐度反而更高 但是就注意 因为它是DX画幅 所以大家在选择镜头和选择景别的时候 要注意一定是要做一个1.5的裁切的系数 当然呢 现在DX镜头可以选择的余地还非常多了 除了自己本身的捷幅镜头以外呢 还有大量的第三方镜头 包括我们测试的这个4ray的24毫米电影变性镜头 专门给尼康这口制作的 第二点提升就是它的对焦性能 尤其是在眼控的对焦精度和反应速度上呢 有大幅度的提升 当然了 我们现在拍照片并不多 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看一下其他网上的评测 第三个就是今天要说的重点了 Z62增加了Blackmagic RAW外露的功能 当然了 这个外露功能只是支持4K30是4K30 但是这对于Z62的视频拍摄来说呢 也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10bit的RAW它毕竟是RAW 对比8bit Lock来讲呢 有太多的色彩的层次 还有这个色彩保护度调整的空间 我们呢就是被这个RAW格式给惯坏了 之前有朋友在一直在问 哎你们之前有几期ARAW是有什么在录的 颜色这么好看 细节这么好看 那个呢就是使用的 适马的DNGRAW DNGRAW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光线下来进行拍摄 那这个倒不是说我们拍摄的时候可以不讲究光线 而是说呢让摄影师有更多的使用光线选择的一个空间 DNGRAW格式好归好 但是它里边有一个特别让人头疼的问题 就是文件尺寸太大了 DNGRAW因为它是图片的序列 所以相当于你在用每秒24帧的速度 再连续拍摄1200万像素RAW格式的照片 你可想想一下1T的硬盘也只能录40分钟而已 我们随随便便一期节目的素材大概就四五百G 这硬盘立马就吃不消了 Z62这次升级呢让Z62成为了市场上能够同时输出 Blackmagic RAW还有ProRes RAW这两种RAW格式的相机之一 另外一台呢是偏重于拍摄视频的适马FP 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在就是男人玩具做钢架那一期呢 是全程只用ProRes RAW来进行拍摄的 那个文件的调整空间 还有它的层次让我们玩起来流连忘返 相信大家有很深的印象 那这次Blackmagic RAW的加入呢 在保留了RAW格式的大范围的动态范围 还有这个自由的白平衡调整的能力的基础之上 对于文件的纯土的尺寸有了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我们现在可以选择固定码率 或者是固定质量来进行拍摄 尤其在固定码率这时候呢 我们在以前的RAW格式巨大的基础上 可以选择1 3分之1 5分之1 8分之1 甚至1 12分之1这种小尺寸 来记录RAW格式的文件 当然了记录RAW格式的文件 我们需要一个小小的附件来支持 就是我手里的Blackmagic Video Assist 接下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小玩意 Blackmagic Video Assist 这个机器很奇怪 在网上很少看有人提及 以至于我们在找它这个资料的时候呢 都没有那么太多的用户使用的反馈的评测的信息 我就很奇怪 这很少被人谈论 但是这几天用下来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被人严重低估的一个设备 Video Assist 名如其人啊 我这个认为它就是一个隐藏在监视器外观下边的一个 摄影师的得力的助手 我觉得它跟Z6II现在组合起来呢 是在2万人民币大概5000奥比之内的很强的一个组合 第一个好演讲就是这个7寸的高亮屏 你猜这个屏幕的亮度有多少 2500尼特 什么概念 隔壁啊 某品牌7寸的屏 1000尼特亮度已经吹爆天了 Video Assist 2500的屏 连人家提都不提 第二点呢 这个就是它的记录格式 Video Assist可以记录Blackmagic的B-roll 然后可以记录苹果的ProRes还有Avid的那个DNX HR的那个编码 也就是说呢 几乎所有的平台都吃 而且这里边有一个最关键的东西 就是它的记录戒指 记录在哪 小小的SD卡上 而且它对于SD卡的要求是非常低的 几乎V60速度的卡就可以微保它的传输的速度 而且这个卡是双嘎槽热插拔 拍完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插上去继续来使用 可以说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 源源不断 如果你是一个摄影师的话 你在现场拍摄 在一天拍摄结束之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SD卡里的内容 自己原始文件直接打走 如果你要是想更长时间记录格式的话 在Video Assist下边还有一个USB-C的接口 你可以外接SSD的硬盘 如果你要这是放一个2T的硬盘 哇这个3比1的记录的格式 您可以记录8个小时 那真的是用不完了 Video Assist的第三个用处就是输出 在你升级了3.3的固件以后呢 你可以通过USB-C这个接口 把它当成一个网络的摄像头来用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你视频的文件 直接输出成OBS Zoom包括YouTube都可以识别的视频文件 理论上来讲如果您是在户外做直播的话 一个相机加上用电池驱动的监视器 外加上电池驱动的笔记本电脑 您可以在户外没有电源的情况下 进行高质量视频的直播和视频的输出 而且呢Video Assist还支持这个预览套LAT 甚至都可以把LAT直接back到的一个文件里边 也就是说你的直播结束之后呢 就可以拿到一个已经套好LAT的视频文件 Video Assist的第四个好处呢 就是它的接口 它的接口非常的全 CANON的接口音频输入 还有两个高速12G的SDI接口 还有当然一个输入和输出的HDMI接口 如果你是民用的用户 甚至是专门广播级的商用用户 可以任意的接拨在任何的器台里边 第五点呢就是操作 它的操作是非常非常的顺手 两秒钟开机 一两秒钟关机 而且菜单一点就有反应 非常非常的迅速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在后面是有两个电池的接口 可以热切换热插拔 让你的工作完全不间断 顺手 非常的顺手 这边再好的产品 它也是有槽点的 我们说它的槽点在哪 首先呢 这个机器就是它有一个屏幕偏品的情况 在网上你可以看到大多数的客户是有投诉的 就是随机性的接上这个相机 预览的画面 它是有一层品 怎么校正都校正不过来 问了一下BMD的工程师 然后给我的答复 我非常满意 就是说这一代产品 没招致 您等下一代 绝望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这机器的产品设计 哎呦 你可以看到的是 没有一点所谓的工业的设计 就是直楞楞的一个金属的前面板 虽然是结实 但是您能看到 丑得一逼 然后呢 再加上它后壳居然是塑料的 然后基本上一滑就滑 你可以看到啊 BMD基本上所有这个精力啊 完全没有放在产品设计上 也没有放在市场推广上 其实性能非常好的一款产品 最后市场上都没有那么多人买 我们在网上找了一圈给这个屏幕贴的膜 淘宝上一个都没有 在eBay上好不然找的一个还在德国 我要寄过来好几个星期的时间 你就可想人体中有多冷门了 但是不管怎样 现在VideoAssist它的 Blackmagic RAW 记录格式 再加上Z6R的这个新出的固件 可以记录ProRes RAW和Blackmagic RAW的这个功能 目前还是市场上 在人民币2万块钱 澳币大概四五千价格区间里边 能让你记录RAW格式最经济 最实惠的一个组合 而且尼康这个卡口 现在能够适配的镜头也比较多 加能来卡 包括e卡口的镜头都可以用 如果你要是想尝试一下弱格式 然后又不想花太多钱的话 我觉得您可以试一下这套系统 好吧 好吧 如果大家对这期节目有什么问题 请在下边评论给我们留言 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是大猫猫猫 咱们下期再见